这个现场来的这一台是这个XLINE型的137.9万 那如果跟最近刚刚上市的CRV的顶级127.9万 只差10万 但是这是进口版本的 对 而且这个应该说我们都据了解 就很多车主因为这个个性化的外观 其实都订单都排队等很久 那但是我觉得他们等的应该是很值得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车 好 我们看大改款之后 其实我因为刚从安革回来 我在路上真的看到SPORTY觉得数量真的挺多 对 只是韩国我发现他们的房车占比很高 那休旅车在他们的整个民众的喜好上 我觉得也就是偏尺码要大一点 家庭好用 那SPORTY也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吗 你觉得 韩国我之前去采访发现说 他们其实很喜欢房车 因为房车有有钱人的感觉 所以到现在韩国车继续都坐房车在国内 是因为这个是国情跟这个想法 当然这个SUV是世界潮流 做了全时就卖 也是一个方向 那我觉得是他这个应该 我们来看好 进口版本的 他有个特别就是他有消光色 对 他这个消光夜影灰 灰色其实蛮超跑的 那你在国产车上 比较不容易找到这样子的配色 所以这个价钱其实相对来说 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选择 再来就是他们的头尾灯 在路上的辨识度好高 而且你会看到有各种的设计 对 从设计来看 其实我们接触很多德国车 日本车 老实讲还有日本车 他的车头相设计的 都非常的相近 你logo一遮 其实有点看不出来到底什么牌子 但不会 韩国车不会 但是韩国车不会 尤其KIA这种注重设计的 他的前的虎鼻 引擎盖下方这个Tiger Nose虎鼻的特征 把它缩小了 但他这个日行灯弓箭矢型的 箭矢型的很厉害 而且从旁边延伸的很长 车头到车侧都可以很明显的辨认 所以从车尾 从后置镜可以看到 很容易辨识出 这是一台Sportage 再来就是他的水箱 你看这个钢琴烤漆面 然后你看他一般都做大面积 就一次解决掉 没有 他用多层次 然后再来多排列 他用这个车头很丰富 不会再是一片很大的 这个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车头的 就是一整片都是用试板 他用多层次来做 我觉得是质感上 在这个设计感上都很厉害 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 我们过去看一下他的这个 应该说这一次的X9的版本 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他有做了这个前下巴 这个前下巴的造型是X9特有的 比较都会粗犷的风格 再来就是他的这个 所谓黑化套件 他这边的试板也是消光 这是防刮 再来就是双色 十九寸的轮圈 然后搭配了这个黑色的后视镜 所以我们光看到在前面 这一个区块 大家有没有觉得 刚好因为今天是消光灰的 这个颜色 然后搭配轮拱这里 你会觉得他在整个的那种气势上 很有那种运动感 对 杀气比较重 因为他这个黑化 其实就是欧系的一个高级版本 我们在双臂上都看到 选择黑化套件 页色套件之类的 那这个一样 就是把这个欧洲的高级概念 放在比较贵顶级的车盘上 所以这样子的配置 连车盘把手 他也不会给你镀隔 对 对不对 就是一贯的消光 维持质感 那这个我们还看到这个窗框 门边条 还有这个后面的这个飞翼式版 他都也做黑色的 所以这是一个黑色版本的 X-Line的黑色版本的 这些比较高阶的配置法 那另外再来看 我们看说这个车 其实因为比较个性化 但它轴距很棒 它轴距有2755 其实是统级中比较大的 所以你可以看门板的面积 前门板后门板 它后门板大片 很大片 再来看一下后座 这个要承载一下 第一个是空间 那终于要不要做一下 车门开启的这个角度也算大 而且在门板这里 还有一些木纹的这种配饰 然后你会觉得搭配这一个造型 你会看到设计感 在它的很多的局部 然后刚刚艾迪哥说了 它的轴距在同极距当中 算是比较优异 2755mm 椅面就可以坐得深一点 然后我的大腿很好的支撑 我就要再往前 个子再高一点的朋友 你都会很好的享受这个膝部空间 然后再加上椅子本身我觉得也是有造型的 这里有个小挂钩 这算是在实用功能上的一个巧思 中间也有独立出风口 即使中间有一点点局部隆起 坐在第五个人的位置上 你也觉得脚步不会太憋屈 因为这个隆起不是特别的高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置物空间等等 所以是兼具了有空间的这一种开阔性 头部空间也还有两个拳头 所以真的以它的尺码来看 这是没什么好挑剔的地方 这是一个又有造型又有空间实用版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它很特别 它就是一般我们在这个后座 有挂衣服的架子 但它原厂就做了 所以你可以挂衣服食物 不用另外加套件 这是一个细心的设计 这里可以挂 这里可以挂 是所以实用性很足够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后座 一般都会这个门板的质感设计 它重视设计的时候 它在材质 终于提到材质的不同 皮革 再来是这个亮面的钢琴烤漆 甚至这里 对它有Harmor Kardon的音响 音响盖 我觉得细节上 应该说一般都省略 后座的成本 那SportG或是现代的 或KIA的车子 在现在做成这样子 就是要一个价钱 但是把质感全部都给你 还有就是我们的天窗还没打开 对 它上方还有大面积的天窗 全景天窗 所以真的要享受一下 那种通透感的话 它也有这样的条件 然后另外看到 讲设计元素 它总是会在很多小地方 让你看到 我不是一个平面而已 其实有没有 它其实是有 有飞翼 它讲的飞翼设计 有这种元素在 然后沿灌到这里 然后紧接着下方这里 有一个小区块 一样的元素之后 沿接到有造型的尾灯 这尾灯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从后面直接看 其实尾灯非常有个人的特色 所以一样从车尾可以很好辨识 灯条形的LED的尾灯 再来就是我欣赏的 就是它把雨刷收藏在里面 然后它会往下刷 这样你如果洗澡的时候 你清洁 这样子从侧面清洁玻璃 可以很顺畅的做一些操作 所以我觉得是注重设计 也注重使用风格 那我们来看一下行李空间的部分 它一样有电动尾门 然后这个行李箱空间 是580公升 560 如果全面打倒是1800 所以是相当大的空间 那终于我发现到一点很有趣 就是这一个叫做 我们叫行李箱的这个盖板 就是要隐私要遮蔽 它有两个位置 它可以再往前 可以的 对 因为这个后座六四分离 椅背它可以打直 我们打直一点的时候 为了行李箱空间 所以打直 打直的时候 你行李这个挂钩 如果在这里的话 会漏一节 隐私会有一点顾虑 尤其在欧洲 所以它做了两边 你椅背身打直的时候 可以放最多行李空间 那这个杖板就可以移到最前面去 这样就可以更大的安全性 所以它杖板不是只有你可以拆卸掉 你甚至连使用上的前后 还可以再做挪移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设计上的小细节 但是没什么人做 我们很少在其他车款看到这样 对 特别为了这个行李箱空间的调整 然后杖板的位置再多调整 所以其实很值得称赞 好 我们继续进车内 来看看它的前仓布局 我们今天看到 Kia Sportage 这一台修驴呢 其实在整个内装部分 它是有X-Line的套件 对 而且看到很多局部 我觉得真的就会让你觉得 哇 是有设计 有品味的感觉 是的 Sportage其实做法不一样 因为现在修驴车都做平面式的左右共享 但Sportage还是维持一个驾驶导向 怎么说呢 我们从两个12.3的萤幕 中央萤幕12.3 价值萤幕12.3 再来就是它这个造型 你看到它一部分是往驾驶座 微微微微的啦 算是一个造型的一种 然后把这个飞翼出风口 做在这个应该说副驾跟正驾这边都各自有造型 这点也是比较少见的 一般都做标准圆形啊方形就处理掉了 但它做特别的造型 而且它也不是做全对称式 对对 它是做做这种很个人风格 所以我们说这个很有设计感 还有就是很多的台湾车组 最最希望的是你中间的这一个系统 能够有繁体中文界面 是是是 它有 对没有错 Sportage就是有这个中文界面 对 操作更方便 手机连线 对不对 那导航的部分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用手机的功能 功能来处理 对 还有如果你需要双前座座椅功能调整 它都把它整合在这一区 然后方向盘有加热哦 对 双前座各有三段式的加热跟通风仪 对 这个很棒的 对 这个是很 现在都流行比较实用 比较高阶的配备 在Sportage上 它也列为在高阶上面的配置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双离合器 但是它用圆盘式 这样来做档位切换 这样都是很节省空间的 这样子我们在取物或者是左右边的障碍 就比较没有 这是一台有质感 同时在空间机能各方面都有想到 让你可以开得很舒服的一台修旅车 所以确实虽然它刚刚没有在 这个排行榜当中前十名 但事实上还有很多人在等待要交车 所以在市场上的反应也很不错的 谢谢伊迪哥给大家做参考 地球王金线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只是速力道 我们现在试驾了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友们地球王金线邀您一起上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